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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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概逛了两三个小时在Jerash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就有蛮多古流马留下来的建筑物 就是刚刚就有两个歌剧院 这是第二个 然后还有那个宙斯神庙 我觉得这边就是离安曼市区就是蛮近的 然后是一个可以看到这种千年古迹 我觉得还蛮值得来一趟的 它这里就是有很多个建筑物 然后其实它都在同一个区域这里 同一个门票 所以你就是可以逛 一次逛到很多个建筑物 还蛮美的 蛮推荐大家来这边晃晃的 可以随便就拍一些很 就是现代跟古代冲突的照片 就是后面都是一些水泥的新房子 然后这里是古迹区这样 我们现在那个安曼市区的安曼城堡这个遗迹 然后这个遗迹就是应该也是古罗马的 因为就是它也是有类似像刚刚早上看到的 那个JORASH那种的柱子的设计 然后这个是离市区 就是市区超级近的一个景点 所以大家如果来约旦时间超级赶的话 还是可以来这里走一下 就感受一下那个古代遗迹的感觉 然后其实肉眼你看往后面就可以看到那个 也是我们刚刚在JORASH有看到 就是比较像古罗马的那种歌剧院的那种地方 然后那边有个大的 然后那边有个小園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有观察一下发现 好像其实蛮多 就是Local当地的那个约旦人会来这边约会的感觉 因为这边可以看夕阳 这里真的很舒服欸 就是这边没有太拥挤 然后这边的步道又很多很大 然后整个园区就是非常的宽 你们就是比如说不管是约会还是怎么样 你们在这边散步逛的时候 都不会说旁边有人啊很挤 然后人龙跟着排队的感觉 就这边可以慢慢走 然后照自己的步调欣赏这个城市的景色这样 而且他们城市的颜色很单一 就是几乎都是米色系建筑 所以看过去就是你会觉得很 很peace 我们今天刚刚刚的就是中国市场 我們剛從約旦首都安曼這邊check out 然後我們在這邊待了兩個晚上 然後我們現在要前往約旦的南部 叫做Wadyrum這個地方 然後Wadyrum這個地方就是沙漠區 就是我最喜歡的那種 然後我們是訂那種類似像 有點像泡泡帳篷這樣 然後還蠻高級的 就蠻期待過去看看 然後我們會在那邊待兩天 然後看看有什麼一些行程可以去 就可以靠了這樣 好啦 那我們就等等見 那我去看看 我給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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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翻衣 這麼多的東西 像是兩個那樣 我們就這樣做了 我們就可以在那邊演出 我給壓滿了 他們這邊有個休息帳篷區 然後可以看完景點走過來旁邊稍微喝個茶 他們煮的紅茶 Badwin紅茶吧 對 然後超酷的 它是用那個下面有個像窯的地方在加熱這樣很特別 然後就是這邊除了可以休息喝個茶還有小小市集可以逛逛 開箱一下我們的Babbo Lots Hotel 這很漂亮 超美的欸 超美的欸 超漂亮的 我們昨天晚上睡的時候真的可以看到星空 對啊 超美的星星 很漂亮 超美的 浴室 滿大的 廁所裡面還有淋浴區 然後馬桶在旁邊 ALL 暗熱衣餐 我們今天換住隔壁的UFOLux Hotel 整體大小比昨天住的那個 Bubble Luxe Hotel 小一點點 可是呢 它就是比較平價版的 因為我們昨天住的那個一個晚上 差不多要一萬八左右 然後就是價錢有點小貴 但整個空間很大 然後今天來開箱這個平價版 這個一個晚上差不多八千塊左右 然後一樣有早晚餐 然後進來之後 空間就是蠻明顯小一點點 直接就是主臥的床 然後一個小小的客廳區這樣 然後可以往外看 看那個有點像外太空的景色這樣 其實蠻美的 就可以在這邊享受一下一個 安靜的火星時光 其實空間也蠻大的啦 然後進來這邊就是浴室區 就洗手台 掉衣服的地方 然後跟它會附這種 就是這種有點像有皮毛的大衣 就是晚上其實蠻冷 溫差蠻大 就可以穿這個外套 直接就是出入這邊的餐廳跟Lobby這樣 這邊是浴室區 一樣跟那個Bubble Luxe Hotel一樣 就是它有一個淋浴區跟一個馬桶 馬桶一樣在隔壁 其實配置差不多 但是就是你可以感覺到整體就是陽春一點 因為我們昨天住Bubble Luxe Hotel 然後今天住這裡就會蠻明顯覺得落差比較大 但如果你想要兩邊都體驗的話 可以先來住這間 然後再去住Bubble你就會覺得 哇 怎麼會越住越棒 因為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第一間住這個應該也會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邊的話我覺得都蠻難訂的 因為這個區域其實它是 應該是同一個老闆 然後它是分左右兩邊的區域 一邊是比較平價的UFO 一邊是比較貴的Bubble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訂的時候 我們訂不到連續兩個晚上的Bubble 所以我們就一天住Bubble 一天住UFO 剛好兩邊都可以體驗到 給大家參考啦 接下來開箱我們在Petra這邊住的房子 然後這邊住的那個飯店是 完全就在Petra就是園區的那個入口 超同便 下面就是入口了 我們等於說比一般人更近了一步 對 你就不用早上還要搭車來這裡 我們訂的這個是這一區房型最大的 然後裡面就有個玄關區 然後進來之後就是很像酒店的卧室 就是那種很像市區酒店的那種感覺 還蠻高級的 那再過來這邊就是有個衣櫃區放行李的 然後跟蠻大的浴室 其實這間我覺得算住起來 已經算在原來這邊算很高級了 對啊 因為有一些都就是可能會髒髒就就的 然後這裡算是蠻舒服 但一個晚上300多JLD對不對 差不多一萬多塊 一萬出頭吧 對不對 但我覺得來這邊就是 比較高級的一定單價都比較高 因為其實選擇不多 可是如果說就是預算上面比較有限制的話 就可以住類似像 背包客的那種飯店 就是再簡單一點 然後單價就會蠻便宜的 其實蠻多的 因為這附近很多都是他們拿民宅改建成民宿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出來玩就會想要住舒服一點 對對對然後這裡這個位置真的很棒 所以我們晚一點要去PATRO的話就很方便 我們剛剛在那個遊客中心這邊換好票了 那記得大家要來約當晚的話 記得先在網路上申請好JORDAN PASS 因為你買好JORDAN PASS的話 他會送很多地方的入場資格 所以就不用就是每個地方都要買門票 那很划算的是我們買JORDAN PASS是70塊JOD 但是你來這裡的話 就是你買一日的票的話是50JOD 可是我們買這個JORDAN PASS換的票 就是一次可以讓我們看三天 所以其實如果你在這裡買一天 一天買一次票的話你要花150JOD 所以一定要記得要記得買JORDAN PASS 然後來這邊換票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進去逛啦 這邊啊就是會有很多這樣子的人 在推銷你騎馬騎進去 但其實就是這邊的人會虐待這邊的馬 所以這邊的馬其實受的待遇很可憐 然後再來就是不需要租他們馬 是因為他也只能帶你到這個路口而已 後面你就要繼續走 而且剛剛這一段大概走沒有10分鐘吧 所以其實你在門口看到他一直推銷你騎馬 就不要理他 因為你不能真的騎到裡面神殿去 就是你只能騎到門口而已 所以不要被騙 走吧 我們繼續前進 在我身後這個就是卡茲尼神殿 就是走路差不多不用一個小時就會到的地方 然後大家都會在這裡 這邊是觀光客最多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非常的美 他在夾縫中就是被發現的時候 大家認為他是一個 峽谷裡面的寶藏 所以叫卡茲尼神殿這樣子 在那個卡茲尼神殿門口 會有很多像類似這種小朋友青少年 會推銷你 帶你到網紅景點上面 峭壁帶你去拍照 一些就是網紅照這邊 可以看一下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們昨天一整天 有稍微循價了一下 發現他們價格就是隨他們喊 然後我們今天有殺到一個 覺得價錢還不錯 差不多7塊JOD 是我們兩個人一起的金額 差不多台幣280 我覺得這樣還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就是 就是帶你爬上去而已 然後他上面有鋪個地毯 你可以拍網美照這樣子 但我覺得來這邊的話 跟神殿拍一個美美照片 旁邊都沒有人的話 是還蠻值得的啦 花一點這個小錢這樣 不過這邊就是已經被他們 當地的這種經營商業模式 給佔領了 所以就是你不這樣拍的話 其實你旁邊真的都是人 也拍不到什麼東西 就是看你覺得值不值得 我是覺得我可能還是想拍一張這樣 然後我們殺了一個不錯的價錢 現在要跟著他一起上去 走吧 我們現在要繼續往前走 我們現在要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們要去那個 玫瑰古城最裡面的那個 長得很像跟前面卡茲妮神殿很像的神殿 好像我們看網路上照片其實很像耶 好像一樣的 蠻像的 可是那個其實也很壯觀 蠻大的 但是因為大家都擠在外面拍照 所以那邊就是很像菜市場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去最裡面 然後那同時也是這個園區 最裡面的 對吧 算是這條主要路最裡面的 就是走到底的話就折返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去解鎖一下 真的走到了 累喔 有點累 可是我覺得一般人一定都走得動 因為它的那個trail的難度是easy 只是就是要有爬坡的心理準備 可是我覺得來這邊就一定要走到底啦 因為這就是那個啊 古遺跡嘛 很值得來看一下 超壯觀的耶 它比剛剛卡茲妮神殿我覺得再大 但是高度好像差不多 就比較寬一點 很帥耶 而且剛我們走過來的時候是 剛好很像就是 住之後 你看到這個建築物就覺得 哇好驚人喔 好那我們現在正在往回走路 因為現在差不多時間是五六點 那他們這邊園區就是五點到七點會感人 因為七點之後有一個 Petra by night的活動 然後那個活動就是在那個 Petra Grand Kazzini神殿那裡會點燈 然後就會看起來很像在祈福的感覺 這個是另外一個門票這樣 所以就是他們就是會趕場清場 然後讓工作人裡面進去裡面放那些燈這樣 覺得蠻值得可以去一趟 但是就是要記得時間一開放就立刻進去卡位 因為我們昨天就是 就是聽信那個工作人說 晚半小時一小時才會開放 結果我們 他講時間到的時候 前面已經一堆人在入場了 那如果你是喜歡拍照的人呢 你來就是Petra by night的話 記得帶腳架 你可以拍出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因為他晚上這裡的時候很清澈 沒什麼光害 所以你一抬頭看 走在峽谷的時候 或是走到卡志尼神殿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真的是很多 我覺得可以進來就是當作看星星 然後跟看看晚上的神殿這樣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西爾頓住的那個 十海度假村 然後我們今天的幸運數字是 444號房 但是這個房型還蠻漂亮的這樣 我們住的是Suite 他說算是套房的房型 首先這邊是右邊是放行李的地方 然後那邊是衣櫃 然後這是連通門到隔壁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是跟爸媽媽一起來的話 就可以住兩間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房間請進 好險有升級住這個 這邊有個客廳區 蠻舒服的 客廳區這樣子 我們有個超大的陽台 走出來 看看我們的左手邊 這是那個飯店 度假村的一些設施 然後這是泳池 光是泳池就有三個 有兒童玩的泳池啊 然後有全家一起玩的跟適合情侶的 床的部分 蠻大的 他剛好旁邊也是落地窗 然後浴室 太開心了吧 我就是一個 待在浴室時間很久的人 有個大浴缸 然後有兩邊的洗手盆 所以就兩個人都不用搶 淋浴間 淋浴間蠻大的 還有地方可以坐的 然後這一邊是廁所 欸他 欸 這個馬桶很讚耶 等一下 你看 我可以在這邊上廁所的時候 你也在那裡還可以聊天耶 哈哈哈哈 不是這個設計啦 但是我覺得 第一次看到這個設計 覺得蠻好笑的 他居然放 就是對座 對座 其實那是回家人他們來洗身體的地方 然後旁邊就一個門可以走出來 就是剛剛的 玄關的地方 好 耶 我們現在要去看耶穌受洗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只能用tour的方式參加 不能自己一個人solo 因為這邊好像說還沒有整理的地方 就是怕有地雷 因為這地方2012才開放 以前就是以色列跟約旦在搶 這是誰的地方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上車 強制跟團 對 強制跟團 我鎖在的地方前面就是約旦河 對面剛好遇到有人在受洗儀式 然後這邊是約旦河的另一面 所以算是以色列 看到以色列國旗 然後 我們在的位置是約旦 所以其實我們在邊界 我們現在到那個死海博物館 然後也是沿著海岸線這樣開過來 不會很難找 然後距離我們飯店也蠻近的 這邊就是有餐廳 然後也有博物館可以看 也有高山景然後下看這樣 所以我們來逛逛 走 先去吃飯好餓啊 我們點了一些一樣是約旦特色菜 就是這一間餐廳我們原本想說應該會就是蠻貴的 結果沒想到價錢還敢評價的應該是比西爾頓便宜吧 便宜蠻多的 對因為我們飯店還比較貴 這邊有雞乾 我覺得這個是蠻貴的最棒的食物 這超級好吃 然後點沙拉跟他們的 對 他們的那個鷹嘴豆 還有小米點一個湯 開動囉 你最愛的Chicken Lever 嗯 對 再加調味 很嫩 因為之前我們吃安曼的有時候比較乾 比較鹹 Chicken Lever本身不會太乾 這真好吃 這是跟Jodan Pest沒有合作的地方 尼波山 尼波山 這是摩西安眠長眠的地方 這邊好像是一個也是當地的考古區域 我們現在在這裡 然後它開挖出來之後發現 就是這個是尼波山 我們現在帶的地方 然後其他幾個點也都是有考古找到東西 這邊就是尼波山這裡的一些歷史啊 然後跟文物有出土的 就是一些放在這邊展示 小小的活物館這樣子 這是摩西眺望的地方 我們剛剛從那一區這樣開車上來 左前方那是藍色的就是 紫海 對 我們從那邊這樣 剛剛開那個 這樣上來 山丘上來 其實我覺得蠻值得來這邊看一下 如果你有吸引基督教的話 希望可以來朝聖 雖然我們沒有 但是就是一個 我覺得可以 蠻有歷史感的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在約旦市中心安曼的羅馬劇院 其實我們上次去那個安曼城堡的時候 原本眺望看的到這裡 然後其實大家都會把那兩個景點一起走 可是因為那天我們就覺得也要夕陽了 所以就沒有特別走過來 然後因為今天我們要去機場前 有一個非常長的空檔 想說 那就順便再來這邊走走好了 但是我覺得Girage那裡就是更 有一種你很想走在古代的感覺 這裡就是因為它有一些修建的痕跡 就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古代的感覺 然後沒有那麼荒漠感 但是我覺得很酷的是 它這裡因為是在安曼市中心 所以你看它的時候 就是後面會有一些現代的房間 上面還有民宅 對對對會有一點點突兀的感覺 會有一種古今衝突感 很像那個穿越劇 但我覺得如果你時間不多的話 也是可以來這裡走走 跟安曼城堡可以排在一起 一定很多人會問約旦要怎麼換錢 推薦大家就是一定要在台灣先換好美金 然後來這裡的時候再找機場的換匯 或者是飯店或者是市區的換匯 去比較一下匯率 然後再換成當地的約旦的那個dinner 對他們講dinner 我們這一次是在那個市區那邊換匯率比較好 機場換的話是換回美金的話 匯率還不錯 像我們現在這樣要準備回台灣的話 我們就把剩下的約旦幣 在機場換成美金 那比如說我們轉機到泰國 或是到阿曼這個國家的時候 需要換當地貨幣可以再換 因為你直接換成轉機地方的貨幣的話 可能匯率會比較差 所以換成美金的話 是比較方便交換的一個幣別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喔 我們這一趟是自己租車自駕嘛 我們就是有事先先在網路上就是選定搜尋好 要租的車款跟租車公司 那你到約旦之後出機場 在機場的行下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就是這一區是那個取車區 就是租車的都在這一區 可以看到各個牌子 就是什麼阿Vis、赫斯、Budget都有 那我們這一次是租Budget的車 我覺得取車蠻方便的 然後還車也沒有什麼貂奶 雖然說他們這邊就是我們來之前查看網路上就有人說 他們的行車方式就是可能都有一點小差狀 但我們這一次就是很安全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還車的時候他們也是稍微檢查一下 沒問題就讓我們走了 在機場的位置也蠻好早 所以大家其實租車是一個蠻簡單的事情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喔 現在在約旦的安曼機場 然後要開始我們的轉機之旅了 就是又要轉兩次回去 然後我們一樣要先搭回去阿曼那個國家 感覺這輩子啊 我們不一定會再去阿曼那個地方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搭飛機院 然後外帶那個麥當勞的薯條 全世界麥當勞都好吃 我們就是轉機到那個阿曼的Maskat 這個地方 Maskat 因為我們有十幾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入境進來參觀一下 他們這邊就是排名在世界第三大的清真寺 其實台灣跟阿曼剛好是免簽 所以我們入境就蠻快的這樣 這個清真寺蠻新的耶 就是它1995年才蓋好 然後花了差不多九年的時間 那大家要注意就是到世界各地的清真寺 其實大部分都會有一些Dress code的限制 就是你衣服 就是女生基本上就是包到只能露腳踝 所以剛剛我的裙子呢 還是被別了一個別針 其實你也不用穿的像我這樣 你只要穿長袖長褲就可以了 就大概是外國遊客就會這樣穿 然後要注意到清真寺就是男生一樣也是要包到腳踝 但是男生可以穿短袖 然後不用像女生這樣圍頭巾 女生規定蠻嚴格的就是 手就是真的只能露出手指 然後那個脖子這邊全部都要圍起來 你沒有帶頭巾的話是不能進來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注意 自己還是要以後 會不會太多了 俺要的就是不要緊開 那我會不會太多了 如果這是我可以看到那個的 然後我可以可以跳給你的 整個筒就兩個一會兒 真的不會太多了 他們很破壞 真的會不會太多了 又太多了 我想 Praise师 那我現在就不還是不太要 我現在後方的就是 阿曼的皇家歌劇院 然後剛剛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隔壁桌的一個阿曼人 跟我們大推一定要來這裡 所以我們就繞過來看看 有沒有以為只是歌劇院 結果沒想到 它其實有點像結合一點 Shopping Mall 旁邊都是知名的大牌子 然後賣蠻多精品的 所以如果有來阿曼的話 在市區差時間 可以來這邊逛逛看看 這邊我真的覺得 阿曼的建築物都超級美超級整齊 然後他們也維持了整潔狀況非常的好 所以來這邊就是 我覺得就是很漂亮這樣 大家好 作詞・作曲・編曲、朗ェル 散工